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看一下指数是非常的强 19937 那下跌加速当很多 很大的一个部分 是在早上跌的 如果盘中不敢去抄底的话 尾巴拉上来那一段 其实也不见得做得到 所以这个470加在扣掉不敢做的 以及怎么样 盘面当中 当然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脑 那富方金我们可以看到金融股非常明显 这一段涨上来的行情 最近有开始做一个加速 怎么去看这个加速 就是说这条上升趋势线 你可以看到那个价格有点岔开了 它开始加速了 对不对 很明显的太加速了 那加速的这个过程 因为除了富方金之外 当然这样有国票 台契银 然后开发金都一样 那金融股在这边做一个控盘 那就让这个OTC 控出来的这个缺口 对不对 OTC是比较弱 因为OTC其实这一次的反弹 没有占到时钧上面 有点可惜 它这个123456789 对不对 它这个如果再不上去的话 这条会往下弯 会往下弯 弯下来的话就像这样子 这边弯掉 弯掉以后就压着它大概半个月 抓这个时间的话就是会整理一段 那现在因为它跟季线中间有一个乖离 然后量又跑掉了 有乖离然后量又跑掉了 这个就变成说市场上的钱很多都跑来指数股 那原因当然大家都很知道 就是说ETF这是ECF的狂热 好那我就继续顺这个话题来讲 所以就指数的观点来讲没什么问题 关于ETF这个逻辑是这样子的 很多人在就比较有理性的朋友 就是说我有一些可能业内的朋友 或者是券商设计产品新进步的 那他们就有提到就是说这次卖得很好 然后原因当然很多 因为你有佩席 佩席然后在这一次就是说单价又把它压低 等于化整为零的观念 化整为零就是把你的单位分得很善 然后一个单位的价钱很低 所以大家都觉得人人可以参与 蚂蚁熊兵然后就募很多钱 那其实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做财务工程的人 他会认为说其实那只是一个假象 就实际上我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比方说我们抓星谱 星谱的五百块 那不管你今天募这个基金 我申购的价格报价给你是一百块 还是十块钱 其实对你来说都是一样的 十块钱只是你单位买的比较多 然后实际上你拿到钱以后 你买的通通都是五百块的星谱 所以有些人会比较感冒 感冒的原因就在于说你说长荣 股市两万点对不对 你拿了一两千亿的钱 然后这么大一个趴出去买 两百块的长荣 那长荣是最标准的景气循环 在这个相形的高档区 这到底是对还是错 那类似这样子的想法当然都出来了 所以也会有很多是不是有过热 讲一大堆 我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就像我说的 所有的分析它只是针对 现在跟过去发生的事情 来做一个分析 因为市场上的气氛 它其实是动态的 这句话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纵使在今天已经出现一个震荡 我绝对相信 后面有更多的ETF准备要来接棒 所有的股市 应该不是说股市 所有价格会跳动的东西 所有价格会跳动的东西 它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会结束 最后一档开始出现赔钱的时候 你现在说它破热或怎么样 只要它上来以后 有让投资人赚到钱 没事 你后面一定还会有 什么40 50 80 90 88 99 你们都都有 一直下去 直到有一天 终于出现有人 拿到息赔价差 然后一大堆网红在讨论这个题目说 这个就像是什么 三年前有一件事情 大概三四年前有一件事情 那个时候因为澳币 澳币的利息比较高 很多人去存澳币 结果后来澳币就跌 但是有拿到 存到给的利息 原因是因为当时澳币在跌的时候 它本来就是拉抬那个利息去 去阻止那个价格波动 但是实际上是你是拿到那个息 但它价格还是一直跌 所以那时候就是有很多人在讨论一个节目 讨论一个题目说 你去做那个什么澳币定存 结果赚到息结果赔到那个会差 对不对 未来来讲的话 ET5这个东西也是一样 它什么时候会结束呢 直到出现有一档 某一档 就是那一档出现月配息 都赔给你 钱都拿到 但是当时可能一万块下去买的 残值剩下五千块 那这整个热潮才有可能会停下来 所有的股票也是这样 一支股票能够涨到天上吗 涨到什么时候 你问它涨到什么时候 那我跟你讲 什么时候会停下来 涨到最后一个人赔钱的时候 没有出现这个现象 狂热是不会散的 谁来讲都没有用 你看就像我们股市 那个20分钟一盘 对不对 当然我们主管机关是降温 希望大家冷静下来看看这个股市 行情不好当然就下来了 假设说你一分盘就掉下来 那就结束 可是如果你分盘还继续涨的话 涨到最后会越来越狂飙 有没有那种影响 就是我讲这个概念 所以其实我觉得 你根本就不用去担心 现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过热 我觉得这个逻辑很简单 它是一个行径间的时间轴 你像今天来讲的话 会有一些获利要接的卖压 对不对 那你第一波没有赚到的很清楚 反正人家基金在后面 就是要去买那个股票 趁这个拉回去老 这其中之一 所以你说有没有技巧 我觉得还是有技巧 你可以买在那个拉回漂亮的点 还是你追到高点 被人家修理一顿 然后费尽千新外股才赚到钱 还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讲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在这段时间里面一直强调底部进场股票的重要性 今天大家应该知道的很清楚了 这个指数这么漂亮就是台积电加上金融股 对不对 台积电加上金融股 你看台电这一笔 看了你都傻眼 我就是要你漂亮 我就是要你漂亮 对吧 这个台积电就是垫下巴 我就是要你漂亮 垫鼻子 我就是要你漂亮 那你怎么办呢 指数就是不要你跌 所以指数两万很简单 这个看黄到几日 看能够空的人希望他哪一天两万 对吧 太早也不好 我跟你们讲 最好是刚刚好 我倒认为说 在那个人最喜欢的那个时候来两万 还不错 好 那我们再来讲一下 就是说贵买 贵买是这样子 贵买就是在震荡 震荡的话一定会有一些小型股 开始出现或是了结 卖压 那我昨天讲到暴涨暴跌是一种过程 现在就是进入一种暴涨暴跌的状态 你看波罗威 暴涨暴跌 你看他昨天 有没有 有没有暴涨暴跌 涨停 打到这边快要十几% 然后你今天开一个平盘 对不对 然后再杀下来 暴涨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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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看齐鸿暴涨暴跌 法说开完就给你送你一根跌停 暴涨暴跌 齐鸿 暴涨暴跌 通常出现在热度已经维持一段时间的股票上面 那它是一个过程 洗完以后会走一个波段 但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看一下齐鸿 法说的内容其实跟过去大家讲的也差不多了 只不过就是说 之前在行径间可能在上涨的过程里面 很多人会期待说 今年在第三第四季就出量了 但是可能进程上来讲的话 有一些部分可能要到明年 那这其实也没什么 大家也知道 那就给你一根跌停 那原因很简单就涨多了 对吧就涨多了嘛 涨多了就挑剔你 好但是我们来看鸿海没事 还是回到我讲那句嘛 就是说三月份其实买钢旗涨的股票就可以了 那今天讲的大概内容也差不多 跟大家遇过差不多 那最主要大家比较想听到云端那一块 还有就是AI伺服器那一块 对不对 至于数字我觉得还好 那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本来在去年它就没有去反应AI伺服器那一块 所以今天留了一个下影线 那这里再一次说明一件事 三顶上完没有人可以赢了 对不对 你看我举个例子 我这样把它折起来 这样子我来 我把齐鸿这样折起来 假设你看这里 我这样折漂亮一点 假设你看这里 来看这里 你说假如说你买在这个位置 买在这个位置 你已经赚了三百万 对不对 或者说你已经赚了多少钱我不知道 那你愿不愿意把那个股票卖掉 然后呢买这里 你愿不愿意买这里 这是个好问题嘛 对不对 你愿不愿意 没有人愿意啊 市场上在这边讲说 你看因为我抓三月 三月起涨的位置刚好在这边 三月是不是这一天 是不是三月 一起涨就是那天嘛 对啊 所以你回头来看三月在这个位置 实际上你到最后 当然你底部买的人一定是赚钱的 这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如果你能够在这个地方卖掉 甚至于你不要卖在最高点 卖在这一天都无所谓 因为有的人说老师我卖在这里跟我卖在这里不是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啊 假设说你卖到这边拿回五百万 你卖这边拿回五百万 可是事实上你在卖到这边拿回五百万的时候 你的五百万今天已经变成六百万了 怎么会一样 你如果今天杀其红你就只有杀其红而已 你拿回五百万了 但如果你早一步 把其红获利的了结卖出 然后把那个钱去拿红海的话 你现在应该是六百万 不一样啊差多了啊 所以其实讲一句实在话就是说 股票你说很多人追求我一定要卖在最高点 那是一个迷思啊 你卖在最高点又怎么样 你卖在最高点也没有多两百万啊 对不对 反而是你卖在这里 甚至于你卖在这里的 然后把钱拿去换这个新的 你今天钱还比较多 真的啦你算看嘛 这我骗你的数学 不然你叫你们家小朋友来算啊 不用国中就够了 不用高中 国中就够了 你去问你们家国中的 那今天我们看一下资金狂潮 那新闻都出来了 那今晚会讲了一堆东西啊 业者要揭露年华可以洗 然后来源 这个来源这有意思 要求业者来源 那洗怎么来的 然后就开始会有一些措施嘛 要担心他过着 好那我们看到这新谱 那消息一出来就是打一根 对不对 六一二一 打一根 那打一根打那么深 很大一个原因是在于说 这里涨很多了嘛 那你想想看 前面在买的人 他的想法也一样啊 反正你挂牌要买这个 等下我挂牌要出给你 好那现在既然主管机关出来讲了 那获利了结卖牌就直接出来了 实际上成本430的人出在550也很正常 找盘开盘拉就出 可是这个很简单嘛 你拉回来以后 市场上还是会去找你的买点啊 周级别也没有坏掉啊 对不对 礼拜四礼拜五这会出现买点嘛 因为你周级别就没有坏掉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行情是这样子啊 短线上会有一些新闻 让你这个股票打下来 那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好机会 假设说打出来那个时间点 刚好回到底部 你第一波没有做到的就可以来做嘛 一切痛果皆因追高 要负三代从底部 对不对 那三底上你在高档震荡 就有监坑跟我讲的高档大洗刷 你做不赢了 那有没有人想过高档遇到的卖压 是从哪里来的 这问题不是很奇怪吗 为什么高档有卖压 对不对 为什么今天那个齐宏有卖压 高档遇到的卖压是哪里来的 很简单嘛 因为那是人家在低档买来的嘛 你只有在低档的时候找到买点 你在高档的时候才可以K别人嘛 要不然你说今天追高的时候 哪来的卖压对不对 你说双红 双红今天你说它开低 对不对 受到其中的影响 那今天买盘竟然双红比较强 比其中强 你看 双红除了昨天才成交的人之外 在从这一档股 从历史上有双红以来 每一个买双红的股东 除了昨天的人以外 百分之九十九点 九九九九九点 九九九点 九九九的全部都是赚钱的 哪有什么痛不痛 套不套了 就只有昨天的 那你昨天的人 你说昨天的人为什么赔钱 买在昨天为什么赔钱 你不就是自己要去追那个高的 人生中一切痛苦都是因为追高 对不对 很多股票都刚转强了 低档的时候要买高档才能卖 好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两个逻辑 第二个逻辑就是说 有一些已经领先拉回的 是不是有机会做一个指纹 今天比较重要的是 4星K外他有没有机会去指纹 那这是一个日级别的日出 那但是因为他的同伙 就是这IP细致财当中 其他的几支 倒没有长得这么干净漂亮 但不过因为他毕竟贵为股王 是所有数字当中最漂亮 而且又是AI占比最纯的 那因此的话 我们看到在这个时间点 他有打出一个日级别的日出 那明天如果能够顺势的走高一点 你可以看到他周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有的人说 这个今天的日出算得漂不漂亮 当然漂亮 他刚好在周级别 上一根低点的前一刻 就在那一瞬间 算好是今天很漂亮 他就是 这个是双红 就是我刚刚讲的 日线他刻意去守住他 那四星 虽然说他这个周级别没有守住 没有守住 但是他这个还是一路火旗 为什么是一路火旗 因为今天礼拜四 今天是礼拜四 礼拜五你还有一天 你可以收到这根黑棒的里面去 你收进去的话 这个就不算日落了 你就等于救回来了 所以今天你会看到尾盘 拉上来的这些股票 像包括原来的强势股 应手周线的低点 或者是说想要尝试收到 长黑棒的内围 他都是出现一个多头尝试的抵抗 那这可以说一个重点就是 其实你拉回买 买得到好的时机 你用他这个来解释 我们说的ETF成分股也是一样 拉回买 其实有买得到一个好的时机 这是M31 然后神盾 神盾就是在季线的附近 M31也在季线附近做指纹 这个30天脱胎换股的一个内容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讲 趁着今天这个震荡比较大 第一个强势股拉回 准备要出现好买点的时候 第二个就是说 现在三月刚起涨的股票里面 刚好也包括投进他在这边买的股票 那我们现在要讲的重点 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 投进已公开了 当然你会看到那几支 还有包括谁 齐邦 瑞宜 对不对 瑞宜今天是达到五军 昨天第一点也没有破 然后再来就是 经济 虽然不在名单里面 但是投进买超很积极 对不对 积极到让人觉得感觉到 非常的有兴趣 感觉到后面是不是在演一出什么东西 对不对 投信这种买法 那再来 我们来看到还有一些就是 比方说像连强 那连强 当然前面买太多 就比较不算数了 或者是说我们来看到 三七亿的日月光 然后呢 这一次比较没有涨到中美金 对不对 这些通通都算在里面 第一次出现那种拉回的时候 那毕竟就是说 ETF在后面还是要发放 他们一定会有进来一个买点 从现在开始到他们实际建仓之间 中间会有一个绝佳的买点出现 除了买点之外 还要布局什么 还没有公开有机会的成分股 那这里当然要讲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说值利率的部分 因为金融股它今天为什么要可以涨很大一个原因 是在于说有EPS的股票 事实上你可以拿值利率出来 当然这个部分 你只要等到它一公开配息 就来不及了 因为会跳空 所以你一定要提前去抓那种 会跳空的股票埋伏在里面 30天脱胎换股的这一次的专案 来帮助各位好好把握2万点 千万不要留遗憾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一下回来 涨到一个程度以后股市就会开始难做 当然它还是会有高点 但是它会甩得很厉害 但是我们认为股市其实要做这好做那一段 比较容易赚到钱 刚开始那一段当然就比较相对简单 这群光 那其实我们看到其实还是持续来创一个新高 那这里可以看得到两个最好的买点 尤其是在这个地方打到时均的时候 就是那个礼拜一的时候 所以就是杀了两天以后来一个大开低 所以这里注意一下就是我刚刚讲的 今天杀下来的股票 在本周会出现一个买点 明天最佳买点 礼拜一礼拜二有机会 这里要搭配18号 18号就是有这个下礼拜一 我来跟各位讲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耀月 这是属于另外一种形式 当大家在震荡的时候 它打了一个横向整理 整理完之后 当然有机会往上再攻 因为横向整理的过程里面 代表它守周线 我认为今天的行情这种震荡 它刚好可以把一些机会给震出来 让你去看出谁才是真龙 那我们看一下金人宝集团的字役 这些都是距离季限很近 那你可以看到也在做家温 网通设备其实今年有几个比较大的题材 那经济的话就观察一下法 然后后续的动作 来我们看到永峰域集团当中的 永峰时也来创新稿 这里也表示一件事情 就是说现在很多我们要埋伏在 尤其是我明天早上要买一种股票 就是抓它去年的EPS 然后还没有公告要配多少的 你不要找那个已经公告 公告就跳空了 那未来来讲的话 下个礼拜会陆陆续续公告出来 对不对 我们就抓那个埋伏在里面 就是已经快要公告的 那这种股票的话 你就很有机会买在底部 来做一个起涨 那当然下一档股票我已经选好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华城 华城的话是最标准的政策股 那这边我们再供一根涨停 这个是重电绿电加充电桩的一个题材 华城他现在的这个态势 有点在做加速 他在做加速的意思是 大家看得很清楚 他这一段其实涨势已经 比前面速度还要快 那这个一则一洗一则一优 洗的事就是快喷出了 优的话就是说毕竟你涨这么久 跨距已经快要两年了 你在这个时间点喷出的话 你如果做一个测距 测距的话从这里大概350到550 300块 你这个地方再往上就要靠近1000了 好那如果说你在这边供 因为上一次我们看到 我举一个股票为例 红硕 他点到1000就杀下来了 所以我们讲你在喷的时候 其实赚起来很爽 这个我知道 但是就是说 第一个要会出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底部上来的比较好报 对不对 从骑商点就进场会比较好报 然后试电的话 这个你可以看到 所谓的拉回就像这种 这种地方来做进场 那今天来撒下来的黑棒 其实还有包括说 昨天留下上影线的电线电缆也有 这个就是有点换手 昨天本来是当冲客要去冲它 结果冲完了以后当冲客放弃 今天开一个小高盘把它吞掉了 大牙也是 大牙今天带一个上影线 这个只要一倍消化掉 应该是有一个新的机会 那我觉得现在的逻辑 说30天来做一个脱胎换股 可能我们会面对另外一个问题 AI的部分的股票 很多人可能在过完年以后买的 已经套牢了 当然套牢的过程当中很多股票 包括像这种广达 广达看起来就是 这个CPU不知道要不要来 因为景线在这边 对不对 那这里除了新的股票来做一个部件之外 我昨天有遇到几个打电话进来的朋友 他们都是在做所谓的换股 我认为说其实换股很OK 你把高涨开始进入震荡的股票换掉 不见得要卖在最高点 我刚刚解释过了 买刚起涨的股票我说也没有问题 礼拜五带你做进场 礼拜五带你做进场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回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限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